不過在台灣可是不分 藍綠白都要共同來抵禦 中共的武力要入侵台灣 因此來看看 工軍訓練場 現在最新的畫面 被眼尖的民眾給發現 原來上頭能夠看到 一邊是在我們桃園楊梅的街景 這是在中共的訓練場 為什麼有繁體中文 而且實際寫著 舉光跆拳道館 他們真的在中國的內陸 他還原了在桃園楊梅的街景 也就是代表把楊梅 當作他們有攻擊的目標 而另外來看看 曾經也有他們模擬的部分 在我們的博愛特區 台灣的總統府在裡頭 在中共都有相關的建築 這一回畫面一曝光 包括了過去的艦長 也看到了裝甲車 這中共裝上了推進器 代表能夠加裝這個福桶 可以用於兩棲登陸 因此中共作戰 很多人認為 很可能從西部的海岸 或者東部 兩棲作戰來登陸 但是現在大家要說 為什麼國軍的戰略 除了在登陸冰海的部分 還新增了城鎮戰的戰略 今天來看看史上最強的今年 除了冰役恢復為一年 那麼教招也變得更長 漢光冰推以及時兵演習 時間落在七月跟四月 相對都拉長 過去除了在冰海跟沿岸 現在新增的認為 他們可能鎖定 有重大電廠 或者相關網路建設的城鎮 因此城鎮戰的技術 在台灣要持續的提升 而未來台灣有事 美國跟日本會幫忙嗎 外界讓為當然會 尤其已經超過60年 1960年代所簽訂的 美日安保條約 將會有重大變革 未來要鎖定的 當然就是對抗中共 當然台灣如果一旦被入侵 靠的不只是美國跟日本 台灣的海軍的部分 當然自己也要展現實力 來看看這個執行